大家好 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今天来介绍一种跟 C雷利亚很像的蝴蝶兰 之前应该有介绍过 之前那时候开花 这一颗是一颗之前跟人家买的根苗 然后你有听到根苗 大家就知道是什么 这个是史塔基 史塔基蝴蝶兰 史塔基蝴蝶兰 它是一种原产在明达纳尔岛 就是在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岛的一种兰花 它好像只产在明达纳尔岛 这种蝴蝶兰它也有叶斑 像这一颗叶斑比较少一点 大部分的明达纳尔岛 有产西雷利亚 有产史塔基都有 这一颗是史塔基 它有叶斑 它比较有特别的地方是 它会长根苗 这一颗目前是还没有 因为它还植出来太小颗了 这颗是人家的根苗下来的个体 它长成一个重生的苗 我们看到重生的苗 那史塔基 它是比较难种的蝴蝶兰 很奇怪 相对于西雷利亚 史塔基真的是比较娇贵一点 外表长得很像 但是它就是娇贵 它不是那么好种植 同样史塔基它的死亡率会比较高 那从平苗呢 出到出平的状况 它时间也需要比较长 非常的有趣 但是它可以长根苗 这是比较特别的 通常长根苗 应该跟它原产地的环境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它原产地 常常会造成它的植株的受损 这时候呢 它需要根苗 只要根不受伤的地方 它就可以长出小苗来 这时候它就可以去繁殖 就可以做新的繁殖 所以史塔基它是一个很特别 它容易长根苗 那它开的话呢 我再把它PO在片尾的地方 你可以看看 我之前有开过好几颗 那也有死过非常多颗 我真的觉得它不是这么好种 那今年呢 我觉得它需要比较干一点的环境 而且它很奇怪 它的那个比较娇贵就对了 我觉得它真的是比较娇贵 它的生长状况不如史雷里这么的漂亮 那通常呢 像这一棵 现在目前它的就业开始要掉了 所以有掉就业长新业 这个是它的就业 那因为它现在在长新业的状况 它又把养分抽回去了 那它好处是它会长根苗 但是要比较大的个体 只要它受伤的地方都有可能会长出来 就是它受伤的地方 它有可能会从根部的地方长出小苗出来 这是它的很大一个特点 Sirelia也有这种特征 但是它需要到非常非常大的个体才会有 那史塔基小的个体就会出现了 那现在史塔基有很多种新的 你看它其实看不太出来 它跟Sirelia有什么差别 像这个也是史塔基 我记得这一棵是史塔基 对这一棵也是史塔基 因为看起来跟那个Sirelia长一模一样 这两棵都是史塔基 那它跟Sirelia几乎长一模一样 有叶斑 然后分不出来它的形状 因为它这几种蝴蝶很有趣 它就只有在开花的时候 你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没有开花之间它都长一模一样 所以你看它的生长状况就没有这么好 你看它的根部 同样附近的它的根就是缠的乱七八糟 你看这个根其实长得还好 就没有那么的 没有那么的强壮 同样Sirelia你可以看它这种根系 会长得非常的漂亮 猜一下猜一下 好看那一棵 它长得特别的漂亮 那但是史塔基呢 它就是比较焦络一点点 那史塔基有分成很多种形态 有黄色的 你有看到什么Nobelia那一型的 或者是有比较偏有纯 但是史塔基它会有斑点 Sirelia出来的颜色是粉红色的花形 跟粉红色的花色 史塔基是白色的 然后带有黄斑 或者带有喷点 完全是不同的花形 那也有人做出红斑的那种状况 但是个体就更少了 那不过它就是比较难养一点 我觉得它的它比较焦贵 它成长状况没有Sirelia这么漂亮 所以你在照顾它的时候要特别的用心一点点 我觉得就是它真的 所以你看市场上是比较不常见它 它真的是比较难养一点点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要挑战它的时候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它的环境 我这边大概有10来颗 但是有些颗真的能长得不是那么好 所以之前还有死掉的 所以相对于它真的是比较容易失落感 比较重一点 那等它今年应该 这个小苗 这个是小苗出来的 它有一批非常有名的分身苗 叫SOGO SOGO 反正就是SOGO 这个个体是一个很标准的款式 它有做大量的分身苗 所以如果有机会的话去搜它的话 其实它还蛮好找得到的 那它的花很标准 就是长成那个SOGO的样子 SOGO 就长成那个样子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找看 它是一个很标准的款式 那这两个这几个都不是 我记得我有两颗SOGO 如果要找一下在哪里 要找一下 好 今天所介绍的就是史塔基 史塔基蝶兰 它长得跟西雷利亚很像 长得跟西雷利亚很像 这个都是西雷利亚 可是它长得跟它一模一样 那只是它非常难养 等要开花才知道它是谁 搬叶的蝴蝶兰有几种 西雷利亚 史塔基 然后像什么贝里娜 贝里什么什么 然后像什么林登 那个都有搬叶 还有菲律宾都是搬叶型的蝴蝶兰 所以如果喜欢搬叶型蝴蝶兰 大概有五六种可以收集 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搜搜看 好可有些怕有些很怕热 所以要知道一下它的那个 它的那个生长的条件 再去找找看它的兰花 好感谢你收看 如果喜欢我们频道 记得订阅跟分享我们 那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